出門享受颱風假 不少北北基地居民 發行這回立騎馬 帶來風雨不如預期 真的是賺到連休三日 就是直接連放三天 這樣就變廉價 因為天氣很好 還可以出來 甚至有網友 封立騎馬是護國神台 因為放到颱風假 加上週休變成三天廉價 讓北部打拚的遊子 能回鄉補過父親節 與家人溫馨團聚 或進行各種活動 另一原因 則是認為颱風只剩馬尾 輕撫台灣頭 降低預期發生的災害 讓市農工商農民都開心 但有網友認為 休這一天台灣賠多少 菜價仙掌一波 笑說有放到的才叫護國神台 沒放到的根本是來亂的 也讓氣象局 又被外界質疑 預測失準 颱風本身就呈現 一個百線的移動狀況 在移動過程當中 有偏北 然後又偏西的狀況 正好這颱風 它移到台灣地區的時候 天北的分量正好是比較多 氣象局回應 受到地形跟高壓影響 陸進南京準百分百預報 根據科學資料顯示 颱風已在70% 預報範圍內來前進 就連氣象專家也這麼說 就以氣象人員的標準呢 是這種差不多凌晨 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知道 未來三個小時是很明確的 誤差性也沒有那麼高 像這樣的颱風可能是 隔天早上來報會比較合適 如果前一天報 就會產生像今天這樣的 這個誤差性存 氣象預報本來就會有誤差 很難精準預測 只能說颱風架 有人歡喜有人憂 沒放到的也別不開心 記者做過的